欢迎来到可乐多数传说系列第四十期 怪物 今天的故事主角很神秘 他分享了自己的日记 其中记录了一个他遭遇的怪物 2023年1月14日 星期六 晴 今天我和往常一样 准备去村庄里找几只猫 可当我走向向日葵平原时 一个身影凭空出现在了远处 我不敢多待 只好尽快跑回家 2023年1月15日 星期日 阴 昨天没有去成村庄 今天决定尽快过去看猫 以为去的够早 不会遇见怪物 可奇怪的是 我从家里出来之后 就发现附近的森林 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清空了 看到这个场景 我只能先回家 毕竟苟到最后才是森林 2023年1月16日 星期一 今天是周一 万一怪物也要上班呢 我今天出去碰碰运气 完美的场景很恐怖 地面上的植物全部消失了 地面上还插着许多火把 呈现出一个奇怪的图案 好像是什么仪式 但那个怪物好像不见了 我决定去村庄看一看 到了村庄才发现 这里的村民也全部消失了 周围只有一些奇怪的声音 2023年1月17日 星期二 雨 那边的平原上 一夜之间出现了 座奇怪的建筑 和整个游戏风格完全不一样 至少那种白色的方块 并不是这个世界存在的东西 2023年1月18日 星期三 雷雨 又去村庄找猫了 村民还是没有出现 这种怪事的来源 好像是地下 在附近找到了一个洞口 里面有箱子 岩浆 还有铁傀儡 在里面泡澡 我觉得事情有点奇怪 刚准备出去 但那个怪物来了 雷雨 雷雨 咯 放 碑 这